竟然对人家有意思 我妈也会 你跟我妈同时掉进水里 我一定会先救她 由陈兴旭 张若南领衔主演的 都市浪漫爱情清喜剧 你也有今天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钱恒终于承认自己爱上程瑶 在兄弟的力挺下 决定向程瑶表白了 只是这老土的表白话语 让人有点猝不及防 刚到律师所的程瑶 因出租屋的事 得罪了钱恒 导致钱恒对她不喜 才第一天就想用工作逼迫程瑶 知难而退早日离开 没想到 程瑶不怕辛苦 努力认真解决各种难题 也因此得到钱恒的认可 给了她职业生涯中第一个案子 不曾想被当事人算计 利用她的同情心 将她成为替罪羔羊 被全网唾弃 收到各种恐吓快递 钱恒为了哄她开心 以买菜为由 借机给她买了很多零食 程瑶崩溃边吃边哭 引得钱恒心疼不已 熬夜像这些在网上辱骂程瑶的网友 发送律师函 让他们站出来 向程瑶道歉 一边为程瑶证明清白 一边想方设法开导程瑶 特地陪程瑶夜跑解压 在不知不觉中 钱恒已经慢慢爱上了程瑶 开始在乎程瑶的感受 一开始还不承认 直到程瑶的另一个追求者 出现她才着急 在她跟好兄弟的讨论下 决定直接出击 向程瑶表白 对程瑶说她会游泳 她妈妈也会 以后他们掉水里会先救她 真是超级搞笑 而程瑶心里也有钱恒 在钱恒表白后 两人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最终程瑶成为一名合格律师 跟钱恒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最后一人双向奔赴互相成为一名合格律师